热岁香复原保安宫历史超过百年 也是复原三村地区的信仰中心 供奉侠海城隍野主神 而香火鼎盛 但由于神尊、金子、香等皆为易燃物 也成为容易发生火灾的因素之一 因此复原消防易消 特别捐赠了十台的灭火器 并亲自教导理监士们操作技巧 以及灭火的要领 要共同守护宫庙的安全 捐赠的灭火器一字排开 复原易消分队与保安寺管委会理监士们 则在后方开心排排站 共同合影留下捐赠善绝的美好时刻 日市复原易消分队有感于保安寺 除了是神尊神像、同事义务 宫庙里放置金子、香等 供信仲持香参拜等物品器具 由于接触易燃物品 若发生火警意外 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严重损失 因此在台北狭海城隍庙的支持下 消防易消就特别捐赠了十支灭火器 并且亲自教导管委会理监士 以及公庙干部人员 防灾观念以及灭火器操作技巧 与灭火要领共同守护公庙的安全 拉扎箱描准火源 描准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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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因为这些灭火器可以确保保安宫 因为这边生命有些都是一览物 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于庆光绪十三年 西元1877年建立的复原保安宫 祖寺侠海城隍为花莲最早设立的城隍庙 为复原山村地区的信仰中心香火鼎盛 复原异消分队捐赠灭火器 期盼也能尽点心意保佑公庙神明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